车企不去造车 开始扎堆去造数据中心了 这你受得了吗 现在国内智能驾驶赛道 已经卷到了白热化 一方面本着吃干妈净的态度 辅助驾驶卷到极致 比如说魏小李 华为等这些公司 在搞定了高速导航辅助驾驶之后 已经掉转枪口 开始大举进军城市道路了 另一方面 这些明明是造车新势力的公司 也在纷纷的加码布局 自己的算法能力 前有小鹏华为隔空户对AEB 后有未来理想自研芯片和制算中心 你现在甚至分不清 这些公司到底是车企还是科技公司 相比之下在海外的支架厂商里 特斯拉一直属于摇领的存在 8月底马斯克就在社交媒体上 直播了特斯拉全自动驾驶的FSD V12 吸引了1200万人围观 要知道 特斯拉的这套最新的智能驾驶系统 只花了8个月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 上路的时候有时还比老马开得还好 那马斯克感慨 我的人类神经网络在这里失效 姑且不论辅助驾驶更好 还是完全自动驾驶更好 这归根到底是技术路线的不同 但是从发展的速度上看 特斯拉和国内车企 有点双线并进的味儿 事实上这背后其实有着相同的驱动原因 那就是车云系统 说白了 造车只是这些公司的业务之一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 就是通过云计算 为自己的智能驾驶系统提供更强的算力 更快更好的处理更多的数据 进行车辆和地图的升级 实现海量的智能汽车的交互和协作 云车协同已经成为了现在车企疯狂卷的大方向了 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进来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地上跑的智能汽车和天上飞的云计算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搞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特斯拉是怎么做车云协同的 前面说分不清造车新势力 到底是车企还是科技公司 那特斯拉更是主打一个差异化 没有科技公司比特斯拉更懂车 没有车企比特斯拉更懂智能驾驶 华尔街给特斯拉的估值 都得按高科技企业来 而不是传统的车厂 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FSD 就好比是汽车版本的ChatGPT 它的输入就是大量老司机开车的视频 别想多了 是正经的老司机开车的视频 那么从年初开始 特斯拉已经给这个系统喂了1000万个视频 这才帮它逐步培养出来了全自动驾驶的能力 相比于ChatGPT靠吃文本维生 特斯拉主要靠视频训练数据来训练它的模型 数据量暴增了N倍 总量达到了数百万TB 那么这么多开车的视频 就算有万兆宽带全部下载下来也要三年多 当然了 处理这些海量数据所需要的计算能力也是惊人的 说到这儿 就必须要说一下特斯拉的秘密武器 DUJO超级计算机了 2021年8月 特斯拉在AI Day首次公开了DUJO超算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 本意是日语里的道场无管的意思 估计老马的意思是要用DUJO作为训练自动驾驶的道场 DUJO是一个模块化的超级计算机 最小的组成单元是它们自研的一颗7纳米的训练芯片 在400瓦的功耗TDP下实现了22.6TFLOPs的单精度辅典性能 以及362TFLOPs的BF16性能 25颗芯片组成一个训练单元 6个训练单元组成一个训练系统 两个训练系统组成一个机柜 10个机柜组成一个超级计算节点 120个这样的节点再组成一个完整的读者系统 那么这一通组合下来 整个系统的算力可以达到一级超算的水平 相当于每秒10的18次方辅典运算 那么预计到2024年的算力 会提升到30万张英伟达A100显卡的水平 也就是说每辆特斯拉汽车不断收集数据 上传到云端之后 Dujo不断进行训练和模型的优化 让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不断去提升 让这种车云协同形成闭环 特斯拉花了大钱又是造新又是做云端超算 几年过去终于见到了回报 9月份摩根士丹利发布了报告 他说Dujo将为特斯拉增加5000亿美元的市值 相当于当时特斯拉市值的60% 大摩还预计到2040年 特斯拉网络服务的收入将达到3350亿美元 将取代汽车制造成为特斯拉的支柱业务 从特斯拉的例子就能看出来 车云协同车云一体 大概率是未来智能驾驶发展的大方向 但是马斯克有钱任性 对于技术的投入不计成本 但是对于广大的车企来说 特斯拉的模式其实并不一定适合 资金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因为面对激烈的竞争 车企的主则主业 还是去卷造车本身 这才是他们积累的主要的核心竞争力 让他们去自研云计算能力 显然是不划算的 不过随着智能汽车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车企都想快速的 把辅助驾驶 自动驳车 这些智能驾驶能力 集成到自己的车型力 那该怎么办呢 这其实和云计算当年出现的时候很像 几十年前互联网浪潮蓬勃兴起 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忙忙多的科技公司 一开始他们想要自己搭一套完整的系统 才能开始开发业务 重复造了很多轮子 后来人们发现 可以把应用开发的通用的部分抽出来 做一个公共的平台 让开发者直接去使用 基于这个平台去开发自己的应用就好了 这样就慢慢的出现了云计算 所以技术就像时尚 也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和轮回 那么那些想要获得智能驾驶能力的车企 就像是几十年前那些开发者 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自己去搭一套完整的云计算基础设施 而是只需要去用现成的云服务 帮他们去做开发就好了 只不过像特斯拉都者 专门针对视频数据的训练进行优化一样 并不是随便什么云服务 都能很好的适配智能车企的需求 这就需要专门的车用云了 事实上一些云厂商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已经开始发力和布局这个方向了 像华子 百度 这些已经自己下场造车的公司 就不用多说了 腾讯也推出了腾讯汽车智能云 和前两家U 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是 腾讯不造车 只做平台和软件 但是和普通的这种公有云相比 自动驾驶需要的更多是 专门为它搭建的专用云 这方面是因为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 自动驾驶相关的数据 必须保存在私有云或者是专用云上 这个很好理解 毕竟都是老司机开车的数据 非常的敏感 此外自动驾驶数据也有一系列合规的要求 如果大家用过地图的这种接警模式 可能都会发现里面的人物都是油码的 当然了还有些比较敏感的场所 国土数据等等 都需要通过专门的合规流程 来进行脱敏的处理 所以自动驾驶的专用云 不能像公有云那样 所有人共享整个技术设施 而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安全性隔离 比如说腾讯智能汽车云 在上海还有河北的怀来 就有两个汽车云专区 专门为智能驾驶服务 那么有了专有云的加持 可以保证智能驾驶所有的数据和公网 有一个天然的物理隔离 别人想看也看不到 从而更好地保障数据的安全 那么再来说说算理 既然用云 性能肯定是重重之重 但是这里的性能 更多的是 制驾数据的处理 传输和存储 那么就拿腾讯的智能汽车云再来举例 它融合了腾讯HCC高性能计算机群 单卡输出最高1979TFlops的算力 就开4天就能训练万亿参数大模型 网络传输方面 融合了它们自研的星脉高性能计算网络 数据传输带宽 达到了业界最高的3.2TB每秒 通信性能提升了10倍 数据存储方面 可以通过向量数据库 高效地处理车端传回来的海量视频数据 支持10亿级的向量检索规模 百万级查询的能力 这家数据处理效率 比传统的数据库提升10倍 那么关于向量数据库 在大模型时代的独特优势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视频 都是干货 链接在下方的评论区里 车用云最大的任务之一 就是加速智能驾驶的训练 这就需要云场上集成AI框架 数据托米标注等处理 甚至也需要专属的预训练模型 以及训练后的仿真测试 腾讯智能汽车云就集成了 自研的混原大模型 作为底座模型 外加20多个开源模型 并且升级了太极安卓训练加速框架 训练速度相比业界主流的框架提高一倍 推理速度比业界主流框架提升1.3倍 同时作为云场商的传统异能 自然也提供了模型训练 和数据处理的这种 全套的工具链和仿真方法 那么除了云计算资源 智能汽车的发展 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那就是地图 华子和特斯拉最近都在推 智能汽车的无图能笔 行业也在讨论 就是重感之轻地图 就像人类老司机 并不需要脑子里装着高清地图 才能开车一样 但是轻地图并不是无地图 老司机如我也要看着导航去开车 所以轻地图一方面 是和传统的高清地图相对 是轻量化的高清地图 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导航地图的补充 比如说增加一些环境信息等等 但是有了车用云 其实就可以做云化的地图 简称云土 这其实也是智能车辆和云端系统的 一种典型的交互形式 每一辆智能汽车 都可以发挥传感器的感知能力 把实时感知的路况天气动态事件相关的信息 快速地整合到云端 再通过云端处理之后 下发给更多的车辆更新地图信息 主打一个速度快数据鲜火 注意这里其实并不是给人看的地图 而是给智能驾驶系统的地图 所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完成信息的同步和修改就非常重要 比如哪个地方突发事故 车辆感知之后第一时间传给云端 然后可以在分钟级进行相应的更新 告诉自驾系统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处理 智能汽车是中国科技产业 换道超车的典型代表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购卷 另一方面会许更重要的 是因为中国的道路情况更加复杂 和国外差别很大 所以很多传统的AI方法 其实并不能直接适用 这既是挑战 但更是机遇 车云协同 车云一体 就是在不断卷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 云气算曾经深刻的改变了互联网 那么当智能汽车和云气算结合在一起 是否会再次改变汽车行业 或许答案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请点赞 希望您关注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